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時我們吃PASTA 多數都是超級市場買回來的 即是乾了現成的 只要一錄熟就可以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自己親手拆出來的PASTA 那個煙韌度完全不同 而且非常簡單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試一下 材料有薯仔、雞蛋和低筋麵粉 首先我們要先把薯仔煮軟 稍後我們要把薯仔去皮 我們很方便的方法就是在這裡 將它割一個十字 輕輕地割就可以了 然後一會煮完之後 那些皮就會在這些十字的割口位 它們就會翻出來 非常容易處理 我們就把它放進水裡煮 那煮薯仔的時間 其實因為薯仔的大小 都會不同的 所以我們大約 首先煮它十至十五分鐘 然後一會兒再拿一支刀 刺下去 檢查它熟不熟 薯仔熟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浸到冰水裡 其實是冷卻它方便我們剝皮 而且稍後會爛它 下一個步驟 我們就是把薯仔剝皮了 其實看到它的皮已經爆開了 所以剝皮的時候也很容易 就是這樣一擠它就出來了 薯仔剝皮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剝成薯仔熟了 我們把它放在大盒裡面 就用這個工具去切開 薯仔不用切開到它變成太過爛的熟 因為我們想吃的時候 都會有些薯仔粒粒的口感在裡面 所以這個步驟就一定要用手做 然後千萬不要把它放進攪拌機裡 把它攪拌 否則它就會變成很爛的薯仔熟 那口感就不是那件事了 一炒它變成薯仔熟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一隻蛋下去 然後就加一點麵粉下去 這個是普通的低筋麵粉來的 那其實做Pasta 你可以再煎硬一點 你可以用中筋麵粉的 但是高筋就不要了 它會筋性太重 就會令它太硬了 那當粉全部都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調味料 加一點鹽下去 你喜歡的話 還可以加一點黑椒 也不用太多了 少許 好 接著呢 我們就拆它了 這個拆的過程呢 一開始可能你會覺得很濕的 那就千萬不要心急 不要覺得 死了 一坨坨這樣 因為一會兒 它的水就會隨著這個 一邊拆下去的時候 它慢慢就會 入了麵粉裡面 在這個盆裡面 拆到差不多一刻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到桌面裡拆了 那麼 最最後呢 我們要拆到它變成一個光滑的粉糰 好 那麵糰呢 現在就拆好了 你看到拆好的樣子呢 就是 它是很光滑 而且一張桌都乾淨了 而且它很有彈性的 我們將這個麵糰 平均分為四份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長條形 看看你最最後的那個丸 有多大粒 現在呢 就弄那個直徑出來了 我們大約將兩條的闊度都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將它一粒粒這樣切 切了它之後呢 同一時間呢 我們就預備定一鍋熱水 就用來灸它 然後我們再呢 在每一粒上面 都用一個叉 壓一下它 每一粒都這樣壓一下它 好 接著我們將這些丸 就放到水裡 大約煮它三次五分鐘 接著呢 我們就將它 浸到凍水裡 好 接著我們煮完那個 Pasa之後呢 我們就預備那個醬汁了 那我們將這些番茜 切碎它 我們加牛油 還有橄欖油 那只牛油呢 可能它會很快焦 還有很膩的 那我們加上橄欖油一起 就有兩種香味了 牛油用了 聞到牛油的香味了 接著我們呢 就可以加這些Pasa 下去了 就不用將它炒到金黃色的 其實 不過把它首先令到它 每一粒上面都包了那個牛油 然後呢 我們加一些海鹽 黑椒 好 接著關火之後 加上香草 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再加一點 1蘭油 1 2 3 4 2 5 6 6 薯仔怎樣才會軟呢? 煮的時候就是用刀刀進去 如果它可以這樣掉下來的時候 它就代表它熟了 但如果你想再縮短一點煮的時間 其實放在微波爐盒裡面 留一條隙子蓋上蓋子 然後叮它大約5至7分鐘 這樣它很快就會軟了